就是我们要的政府 马华常常讲 我们要保障华人的权利 我要保障华人的权利 但是他保障了什么 想一想华教 华教等下这个张愿群同志会跟大家讲更多 我就跟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他们常常讲 我们要教华教什么 每一年啊 每一年预算案的时候什么戏 大家的戏码就是马华呢 就会好像求我们的这个武统 给华教一些破款 给华教一些破款 让我们的破款能够给 每一年都拿来求的 每一年都是做这场戏 然后求到了过后 马华厉害 可是看看雪州看看冰州 雪州跟冰州呢 是制度化破款 制度化破款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就算没有求 你就算没有做戏 你每一年都有一笔钱是给你的 不需要做戏 不需要求 每一年政府给你一笔钱 给你做华教的用途 这个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 大家这边你们所有人都有交税吗 大家都有交税吗 有了GST过后 每一个人都交税 你家的猫跟狗啊 都要交税 每一个人都交税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交税的话 为什么 我们要求政府给我们钱 我们是纳税人 我们要华教破款 而且我们要有尊严的 拿华教破款 这一个就是制度化破款